《非诚勿扰》 我比较了解的 工作不要太稳定了 你看他管了很多事情 你看我们通常的 登记、结婚、离婚 还有殡葬服务 还有安置办 分配工作 民众系统管了很多很多 服务于民生、老百姓的 而这个单位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但它也同样很有生活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这种单位工作 觉得你的阅历非常丰富 对吧 尝尽人间冷暖 而且对你摄影是不是很有帮助 对摄影对吧 它是来源于生活嘛 对吧 它会让你更广阔 所以我这冲这个 来来来 咱们干杯 敬礼 你是谁啊 那我先干了吧 还有一点 我刚才讲到民众系统工作 特别稳定 是不是 是 而你能抛弃这个铁饭门 大胆追求你的摄影艺术 这个让我非常敬佩 我不瞒 你说这个 摄影这事是我一生的梦想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一点 我也非常佩服你 要有冒险精神 想做自己喜欢的事业 对不对 这一点 好 来 那 对 那个是 你不觉得我对你很有诚意吧 我可以欣赏你是不是 大小我不是领导这个老大哥吧 你是不是喝点酒啊 老喝水好吗你觉得 那个 金总就是我 我必须要跟您解释一下 你说 首先我觉得我今天能够认识您 我觉得我非常荣幸 本来要不是今天啊 别说喝这个酒了 喝什么酒我绝对敞开来陪您 就但是我不瞒您 就是我 我最近这段准备要和我 老婆我们准备要小孩了 所以说酒精这个东西 他对男人的身体 他希望您能理解 好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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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你相信我 富山 不不不 那个酒 就我们我们经常调那种酒 不是 不是 我是那个金总 我不能喝 对对 就这个 就这个 你先尝尝 你对这里也也也也 对 酒杯酒杯 对对对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你先尝尝 你先尝尝 你感觉 你感觉是酒吗 你感觉一下 这就是橙汁啊 对呀 这酒精微微有那么一丢丢 好 对 就一丢丢 他几乎就 他几乎就是橙汁 哎 他几乎他就是橙汁 没有关系 他确实对对对 对 他对那个男性的精子 没有擦伤力的 你放心 保重你 那好 那个 来来来 就坐我来 好好好 那我就用您那个 特别爱喝这个条的 好的 敬您 好 真的今天能够认识您 我感到非常荣幸 谢谢您 谢谢 好 下面再谈谈你这个 你的业务状况 这次我带你们去服事 相信我 不可能 你这个 他不是靠嘴说的 是靠作品讲话 就你作品这种个性 和你的魅力 和你独到铺中那种动物的神态 这点你可以征服所有人 我对你考生什么意思 第一个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真的那个金总 我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不不 你 咱们就唱首一言 没问题 你让我多说 真的 我因为这你让我很感慨 很激动 因为我从年轻过来 我敬您 非常感激您对我的赏事 我敬您 好 等到公司终身工作以后 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国际化路线 我想带您到那个非洲 到原神森林 去派雄师 派众虎 好不呢 非常非常地感谢你 好 我干了 我干了 好的 好的 这没有最好 应该说是只能更好 在你身上冲里 体现出你这种摄影的气质 谢谢 谢谢 哎呀 我对他感动 真的 来 不说了 喝 好不好 好了 好了 我们今天一阵放秀 谢谢 谢谢 我说是不是有没道理 你说现在这个 这个娱乐节目 你真想得通的了 他的流行歌曲 他那家中国人这么喜欢 前两下 一号编吧 对 一枪腰这个 别来吧 对 他那个动作 我这么做 动作容易 对 Nobody no nobody no no 嘿 嗨 �ér favorite 那个我也没想到 这个中国电影 实际上说有进步 它气质很恢弘 哎撕仨也很绚丽 它就不像过去那么激动 咱就说美国探偷你个号 不然我一传的雷锋 对 但是外界都看不一根 静总 我得那个 真的不 不不不 再谈就 哎呀 没了 哎哎 再在那 是不是 这个八大烧戏 你吃过几个菜stäbe 好吃过两个菜 其实有时候我也挺郁闷的 你说我特别想不通这个广东那一带 他把宵夜当那个节日 一样火锅现在这个魅力不得了 你说我为阳塞西吗 是 还有这个上海菜知道吗 我爱吃 我爱吃 我全爱吃 什么全都爱吃 三黄鸡太有魅力了 就是那个金农 我这时间我觉得有点来了 你听我说 这个刚才说菜了吧 我刚才说做房子 你现在做房什么情况 夫人 真讨厌啊 咱们怎么晚回来 他动力强劲 强有力的刹车系 果然 嗯 怎么了你 你怎么了你 干杯 你喝酒了 没喝 什么没喝呀 我真没喝 一身酒味还没喝酒 没喝 不是你太过分了啊果然 我就喝了一口 哎呀我跟你说吧 就他们那儿啊 有一姓金的一哥们 就是一金总 真的 就那哥们 据能说呀 我原来以为你妈就挺能说的 其实真的就跟他一比 你妈就闭嘴巴 完了他就就玩了命的就跟我碰杯 就说那些话说的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就和我弄的 我要是不把他赔好了 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他十八倍祖 那你断气我吗你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要怀孕我容易吗我 我告诉你 人家老公人家怎么怀 人家半年前 人家连可乐都不敢喝 你的好啊 快进危险期了 你还给我喝酒 不是我跟你说真的宝贝 没事 我喝这点酒 那就跟没有一样 什么没事 真的宝贝 什么事 根本就不许 到时候万一小孩出来有问题 怎么办呀 你就是 蔡国分太自私了 我这个月怀不了 我就去不了法国了 你知不知道法国对于我来说 意味着什么呀 那是我的梦想 我跟你说 我就觉得你 你根本就不在乎 我没有替我想过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 借 disconnect 我赢了 你 说的是什么 我是什么 你不在乎 你azá 我赢了 我赢了 你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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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你 你接上电话 你老响的呀 喂 果然 没睡呢吧 桃子呢 你找他等会儿啊 桃子 妈来电话 你接一下 桃子 桃子 妈 你等会儿我叫了啊 桃子 你好 妈电话 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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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子哪儿去了 桃子去哪儿了 你问我呀 我问你她去哪儿了 这么晚了她 她 桃子 桃子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妈 我没喝 我要喝了两口 妈 我想起来了 桃子刚刚出去了 买东西去了 一会儿她就回来 您就放心啊 妈 放心吧 妈 我都不用放心了 你还没喝呢 什么时候你喝酒啊 您这么晚了干嘛去啊 我去桃子那儿去 桃子不在家 果然喝大了 舌头都喝短了 你回来吧 您回来吧 人家小两口没事啊 您这么晚了 什么没事啊 这都几点钟了 桃子不在家去哪儿了 她都不知道 这还得了啊 而且我跟你说 什么时间呢 这什么时候啊 她喝酒啊 她喝多了 我跟你讲 这太没谱了 心里的 而且 刚结婚就这样 能行吗 我跟你讲 你必须给她打住了 这还得了啊 那现在您等我一会儿 我跟您一块去吧 你去什么呀 你别 您好好给我睡觉 我跟你讲 我一样就行 我一样就把它收拾了 行了 来 去睡觉 您慢点啊 知道了 你说她怎么这样呢 真是够呛 要我也生气 是吧 你说这人啊 以前是什么不想结婚 好不容易现在 把婚给结了 又不好好配合我生孩子 你说她这人 现在已经不是说 不关心我梦想的问题了 她是根本就不关心我 我说话偏激 就是为了让你说话不偏激 结果你说话怎么怎么这么偏激呢你 我怎么了 不是 你听我说 我觉得你们女人爸 一碰到一点事 立刻就把陈芝麻烂谷的事全给翻出来了 那男人嘛 那有的时候遇到这种场合 就是没办法嘛 怎么就叫没办法呀 她就是不够爱我 要真的够爱我的话 怎么样她也是做得到的 你说明明过两天我就是这个危险气了 现在跟我来这么一出 她有没有一点起码的责任感呢 这么没有责任感 我以后怎么跟她过下去啊我 行了行了都是小事啊 别把问题拔高了 来了啊 完了啊 完了啊 妈 您怎么来了 还说没喝呢 喝了什么呀 然后我就喝了两口 两口就这样了 妈 您坐嘛 您坐 妈呀 你在摔了 桃子呢 还没回来是吧 桃子 嗯 下楼买东西呢 哪儿呢 我都没看见呢 果然 你知道咱家现在头等大身是什么吗 什么呀 我 我生孩子 不是 逃到怀孕 知道还喝酒 我跟你说果然 我没儿子 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 我今天说话 你别嫌我说中了啊 你太不应该了 什么时候喝酒啊 你这点控制力你都没有 再说好了 这一个月咱们这不喝酒 是不是啊 咱都为了这一个目标了吗 我跟你说 妈 我 我 我没想喝来着 你没想喝 您不知道当时那情况 就是那个 《环球地理》那个杂志 不是让我去富士去吗 不让我去见见他们那儿那个 富士我的那些口官 就是高层 完了我就去了 我前面我都没喝 后来就来一金总 就 这 就那哥们儿他 巨能说 说完我就 只能我就喝了 其实那 洋酒 就都都对的 别的了 没事 但我 没想到我就一出来 就 风一吹 就他厚厚劲 这么这么的 行了行了 你打住了吧 我跟你说啊 果然哪 什么啪啊 什么什么老总啊 什么用咱们生孩子重要啊 立马 你不是还想排那 什么小狮子 小啥玩意的吗 你桃子还想这 法国什么深造什么的 你你不完成任务你 深造什么呀你啊 哪深造去啊 立马一个我跟你啊 今天我最生气 你这是什么 你你 我不打电话 你还睡着是吧 桃子跑了你能睡着 你这不是喝多了 你是什么呀 这都喝成什么样了 啥都喝完了 啥都喝完了 我打电话 我找到你把那电话 才想起打电话呀 才想起来呀 才想起来呀 给我 桃子认识他 你认识他 都挨个打 打个遍 你给我打电话 不接急死的 不心疼啊 我心疼他 谁心疼我呀 那我挂了啊 你先别挂 你一挂他肯定知道 我在你这儿呢 你就让他搞不清楚状况 找不找我 让他自己着急去吧 好 那人过来 你真是 我受不了你 有人能说的 咱找人说的 那个 打啊 挨个打 认识他 熟悉身边都打 关于这个无法计划 从实时到现在 谁啊这么晚还来电话 你听我呀 别急 这么晚来电话 那么好是骚扰电话 拿人去 喂 找谁啊 亲家 你好 我宋梅啊 哦 亲 亲 亲家母啊 亲家母在吗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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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等 等 等下 请 请 亲家母 喂 亲家母啊 嗯 来看看你宝贝儿子吧 出大事儿了 喝酒了 桃子气得跑出去了 几个小时不见影了 都没回来呢 啊 你说这什么时候啊 这么关键时刻他喝酒 我是没辙了 只能是拜托你来管管来了 来看看吧 看看就全明白了 哎哎 好好 我知道了 知道了啊 好 就这样啊 再见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 那就是果然呢 喝醉酒了 在家里正难受着呢 这桃子呢 一生气 跑了 那果 果然喝酒了 喝酒对怀孕有影响 查这些吗 看看啊 意外怀孕 但是丈夫之前 并没有接人接酒 会否对胎儿有影响呢 你好 会有影响的 其实主要影响就是 孩子的免疫力可能会下降 将来抵抗力可能会比较差 但这也不是一定的 比如男同志的耐受力不一 解酒功能不一 身体体质也就不一 所以呢 及时注意做孕期的检查 相信还是会生下一个 健康的爸爸的 果然倒是不抽烟 酒饭就今天这一回 再看看这个啊 老公因为应酬周五周六都喝了点酒 可能是周日怀来孕 对胎儿有影响吗 请你的丈夫只要不是酗酒 偶尔一两次没事的 请放心 喂 哎 那个喂喂 我果然 那个桃子在你那儿吗 哦 没在你那儿啊 你看 果然 打扰了啊 拜拜 拜拜 我跟你说 这这这一会儿就过去半小时了 我跟你说 桃子今天晚上你要是这样 因为你喝酒要出现什么 任何后果 你负全责 我真的跟你没完 您放心 他没拿手机 他能翻多几多巨浪 几多巨浪 你就翻吧 我跟你讲 果然总有一天你翻车 你就因为喝酒 那个 今天咱必须把这事跟你说起 那个 你桃子姐到你那儿了没有啊 你说 我这反应是不是有点过激啊 是 是 你说你让我在网上查这老半天 你是不是给自己回家找个理由啊 那本来就是嘛 那你说 那人都是一个社会人 什么叫社会人 社会人就是得在社会上生存的人 那社会上生存的话 那多多少少可能会碰见一些 应酬啊什么之类的 碰见一些生意上的伙伴呀 工作上的同事啊 领导啊 什么长辈啊什么之类的 在一张酒桌上 你说 我不能喝酒 我回家我老婆得说我 那你说像话吗 那肯定呢 别人也得说你 怕老婆 或者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难相处啊 怎么这么难接近啊 怎么这么摆谱啊 都会说 所以我的意思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 你爸在家里你对果然你可以随便怎么样 要抽就抽 要打就打 要骂就骂 但在外边 你最起码你得让他活得像个男人 你说你这么有道理的话 你不早跟我说 我 我怎么没说呀我 再说了 你在气头上 我当时说那些你听得进去吗 有用吗 吃口梨 张嘴 吃 行行酒 你瞧你喝的一样 难受不难受啊 要不要喝点醋 你喝这酒你说你多难受 这是这 咱怎么喝成这样啊 我那男人在外头啊 有个应酬喝点酒这是正常的 但是咱也有量啊 是不是啊 你说那没量你喝成都干啥 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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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别忘了今天的主题啊 今天的主题就是在怀孕期间能不能喝酒 对对对这是主题 就是 这说得对说得对 我也是啊 跟你说了多少遍呢 你记住了吗 我们的工作都白做了 再说了 喝酒有什么好 对身体不好 喝多了还难受 这不是难受不难受的事 现在的主题不是说想要孩子吗 你要想要孩子 你就不应该喝酒 你喝了酒就不应该要孩子 你说到时候生出一孩子来 那吹咳不端腿呢怎么办呢 你说什么呢你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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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就那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多不激烈 不是 不是 怎么样 难受不难受 要爸给你抠口 我 你兔子就好了 兔子就好了 行了 亲家 行了 亲家 你们这样就是徐寒问暖的 这助长了什么呢 这只能让他更加分不清是非黑白 咱今天就是给他个教训 就是让他明白这个危害性 他越难受他越能长记性 是不是果然 爸 你今天你当着我们三个面 你表个态 你结果你喝酒 你喝还是不喝 爸 妈 妈 我今天我真没想喝酒来了 你别说那没用的 你就说你结果喝还是不喝 对 说 对 说 喝还是不喝 你说了 喝还是不喝 你说了 这个一清真的他老冠王 他老跟我干杯 妈呀 阿姨 完了 十一点桃子还没回来呢 这就让他给气的呀 完了我这这这大货 亲家 我这必须报警了 这不报警不行 行行行 咱们先别报警啊 你说把警察交回来 咱们这脸面也也不好 是不是 妈呀 亲亲母啊 这会儿你还脸面呢 脸面重要还是孩子的安全重要啊 亲家 这真是这 你说这这大晚夜呢 一女孩三晚 这要出事可怎么办呢 哎呦 这您要不再再打电话 再打电话找找 亲家 全打了 他也打 我也打了 全找遍了 没有影啊 所以必须报警了 我找了啊 亲家 这这样好不好 这样咱们咱们 咱们撒出去 咱们四处再找找 如果实在找不着 亲家 咱们再报警 行 听你的 亲家 走 我 我也去 我 我也去 你这家老师猜一下吧 我是着急了 行了 你现在只要着急了 你别跑了 你跑了你在这儿就找不着 那种事 你睡一觉 睡一觉 好 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 妈 爸 桃子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宝贝 你可乐回来了 你急着我来 桃子 你跑哪儿去了 我妈都急死了 不是 妈 我就跟那个姜杨我吃个夜宵 我没拿 我没拿手机 那你也不知道往家里打个电话 你敢把我们都急成什么样了 不是 妈 我 你可以果然 我出门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跟姜杨吃夜宵 你怎么不跟妈妈说啊 不是 你什么时候跟我 我 不是 妈跟我说来着 我喝多了 我忘了 承认喝多了吧 喝喝喝喝喝喝 行了 今天都不说了 赶紧洗洗洗睡觉啊 宝贝 行了 行了 妈妈 我说送送你们 我说送 你送什么 我没她 她 她开车 她在这边呢 她开车 听我说亲家 她不送她也不放心 好 好 你在家带着 我们还不放心呢 走吧 行 有点好点的 有点 她 她开车 我 她开车 我送送你们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不睡觉呢你啊 哎呦 您回来了 怎么样啊 怎么样 亏了我去了 真有事儿 真喝多了 抓了个现行 而且我把她妈她爸 都弄去了 啊 这么晚 她把她妈也给弄去了 那怎么着啊 让她们看看她好儿子 你自己做事儿 自己得负责任得 那 那桃子去哪儿了呀 桃子说跟姜杨去吃夜宵去了 然后说是没带手机 忘了 谁信呢 糊弄鬼呢 糊弄她妈她爸醒啊 糊弄我 我一看俩子在演戏呢 这肯定是吵架了 桃子一进门的时候 那神色特别慌张 一看我就看明白了 但是我 为了给她们留点面子 我没当面戳穿她 但以后她也接受教育 她就干了 行了 行了 赶紧就睡觉去 你说你等我干嘛呀你 我不放心 你不放心什么呀 我还能怎么着 我 老婆 我错了 我再也不喝酒 我特难受 我都还耽误事 你别生气了 我 让你今天给了我面子 我感到很喜欢你 你别生气了 我再也不喝了 我不喝了 真是有你这样的 什么时候不喝 非得挑今天和 你不知道今天重要 这道理跟你说的 我都嫌我自己贫了 你下午还喝不喝 听见没有我问你呢 下午还喝不喝了 我会也不喝不喝 我喝了 我去家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看一下 这个图呢就是我们整体的设计风格 好 我马上过去 您看 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个我们还需要再想一想 好 那我先适配两分钟 处理点小事 马上就来 好 你先忙 好 我们再商量一下 你照顾一下 好 就在那儿 一会儿 又 又还有什么 好 兄弟 麻烦你把你腿拿一下 干停 专总 这办公室挺大 公司也挺够气呗 还行吧 还行吧 反正其实我也就是一打工的 回头我买一房 我装修找你 你可得给我打一狠折 没问题 是吧 我可当真 到时候别赖账 绝不会赖账 您给我们公司带来了业务 就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一定认真对待 碎话也说不少了 钱什么还 兄弟 你干这样行不行啊 等我发了工资以后 先还你一部分 剩下的呢 剩下的你宽限我几天 反正利息算我的嘛 你算过没有 到今天是多少了 到今天大概 三十万六千多一点吧 多少 你是跟我这儿真糊涂 还是跟我在这儿装糊涂呢 你觉得我像装吗 不是 我算的有什么不对吗 不是 你跟我在这儿装糊涂的是吧 我们公司这是力滚力 懂吗 力滚力 你小点声 你小点声 装 装 给我装啊 你借的这儿是高利贷 你知道怎么算的吗 算法没写在合同里 我今天帮你算算 看好了啊 到今天是六十三万 段总 我们公司呢 也不希望你拖的时间太长 你拖的时间越长啊 我们风险越大 是不是 啊 赶紧还吧 大爷 我觉得最近胎动特别频繁 对吗 胎动特别频繁 跟以前不一样是吧 嗯 那关键看到什么时间 是早着还是 什么 晚上特别频繁 是吧 那走 不是 那晚了我再跟你说啊 嗯 谁呀 李大哥 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啊 都忙了什么呢 甭换鞋了 换了 换了 没事 嗯 忙什么 最近呢 一直跟果长山他们在老年活动中间 哦 那个 李叔叔 你明白吗 哦 请 慢走 慢走 快坐呢 坐呢 李大哥 来 你怎么样 还好着了吧 我好着呢 啊 您坐 您坐 好 喝点水 对 喝点水 真想喝点 口干舌操 干嘛呢 口干舌操 那个什么呀 我这两天呐 都快憋疯了 又没个人去说去了 怎么回事 后来就想啊 到你这儿来虚导虚导 我什么事儿啊 李大哥 那个 大爷我先回屋 我又不用你 对对 你坐你 你又不是外人 对对对 你坐坐坐 你听听也好 那个 李大哥 李大哥 您这平时那么乐观一人 你今天怎么了这是啊 这脸色好像都有点不好 怎么着你 你 哪儿不好啊你啊 他不是我呀 我都好了 李逵 也不是李逵 是咱们魏魏 魏魏有什么不好的呀 魏魏不能生育 那 这事儿采平医知道吗 哪敢告诉他呀 不能生育 妈呀 那 这 这事儿确切吗 十有八九 他是不到医院做了检查了吗 那大夫说呀 双侧疏卵管堵塞 那就赶快手术吧 结果手术还不成了 成功 那大夫说还有没有可能啊 人家说啊 从理论上讲 怀孕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这不就等于说死了吗 哎呀 妈呀 这魏魏得多难受啊 一见这孩子啊 那叫一个可怜的 一听这事儿整个人塌了就 所以李逵呢 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说是自己也是抱养的 你不就安慰一下魏魏吗 哎呀 李逵这孩子心眼多好啊 李 李叔叔来 您快喝点水 喝点水 李大哥啊 不管怎么说啊 都千万别着急 是吧 咱们共同地想办法 千万不敢急 我跟你讲 着急上午没用 你知道吧 哎呀 妈呀 好看吗 来在路上买的 我们家魏魏皮肤白 穿上这个肯定会选她更白 我是想明白了 哎 咱们是没赶上好时候 哎 我就让魏魏穿所有好看的衣服 把咱们失去的损失 彻底给她多回来 不错不错 颜色很嫩哪 是吗 是不是 苏梅 挺好 你最近成歌舞狂了你 一会儿孕妇服 一会儿婴儿服的 你这是 可不是吗 我跟你说哈 我疯了 我现在见什么买什么 我根本捞不住 反正我想明白了 如果我们魏魏给我添个孙年 我就把它打扮成 白血公传 哎呀 天啊 如果给我添个孙子 我就把它打扮成 阿兰德老虎 不过我也挺累疚的 我跟老团长说了 我说我是不是买太多了 你猜老团长说什么 高兴吗 你就买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是不是 嗯 是吧 苏梅 我 这个洗手间 秀 你有没有发现这素梅 有点奇奇怪怪的 只要我一说 我给我们魏魏买孕妇服 她就不对劲了 我告诉你 不会是他们家桃子有什么问题 我还不上吗 不会吧 不 你这么一说呢 她今天是有点不对劲啊 不对吧 而且 是不是 对啊 哎呦 那要真是这样也太可怜了 不会不会 肯定是肯定是 宋梅她 对 哎 你问问她 你套她话 嗯 但你别太直了 你了解她 当着我面她肯定不承认呢 嗯 哎呀 我这水喝多了 我也想去上个厕所 那个去去在那儿 哎 好好好 好好好 哎 苏梅啊 嗯 我直接问了啊 桃子 桃子 是不是不能生啊 啊 桃子不能生 什么意思啊 是谁说的 那 啊 啊 采平说的 其实她也 没说啥 她就是觉得吧 你刚才看她那个孕妇服的时候吧 眼神有点不对 她就有点怀疑 哎 我没怀疑啊 跟你说啊 首先桃子 绝对能生 肯定能生 哎呀 哎呀 算了吗 嘿 你看你这个人 你 你怎么说半截话呢 你 你让我这样心里多难受啊 你 你 什么事 什么事 你说 你 你真别说啊 跟任何人都不能说 特别不能跟采平说 知道吗 哎呀 你放心 我绝对不说 威威 不能生 你乐什么呀 她说你的女儿不能生 你说她的女儿不能生 你看你们俩 你说 威威要是不能生 采平不知道吗 你看她那个张罗的 一会儿孕妇服务 一会儿婴儿服务 你真行 姐啊 你说太对了 你看她闹腾的 你说她这个样子 谁敢跟她说呀 多大个胆啊 你说采平的心智多高啊 这多大打劲 你们说得对 我跟你讲 你们看出来了 我刚才我就是心里 特别难受 我看得我可怜 你知道吗 太高兴兴 还不知道这种事呢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千真万确